今天要介绍的是香港的女演员舒奇 她在恐怖片《The Eye》第二部当中有出色的表现 在这部作品中 舒奇生动地扮演了一位对幽灵心怀恐惧的运作 我演的这个角色是一个第三者 然后她比较受不了那个 作为一个第三者的压力 因为她很爱那个男的 所以她决定要跟着男的分手 然后她就自己想说 反正也没有人要我 然后就自杀 那自杀的时候她才发现 被人家救过的时候 她发现她有小孩了 然后她就决定她自己跟着小孩子 自立更生 而后就发生一连串很奇怪的问题 因为在剧本里面写说 当你生跟死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鬼 所以她刚好在自杀的时候 发现她自己怀孕的时候 在那些她就跟阴间 有了一种联系这样子 然后就发生一段很奇怪的事情 然后她发现原来 投胎在她肚子里头的那个小孩子 就是她男朋友的老婆 所以她就一直想要把这小孩子给弄掉 可是因为那老婆是要投胎在她肚子里头 所以一直保护她 有一些这样比较奇怪的东西 那除了这些比较惊悚的画面 恐怖的东西 还有一点点悬疑的成分在里面 那我觉得最主要是如果说 一些女孩子还不想自己的老公 或是老婆 老公或是男朋友 有第三者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这个电影 其实她就是 因为她本身是在讲一个轮回 跟英国循环的东西 然后你看完之后 你会觉得说做人还是 就是劝人向善啊 不要去做一些 对不起自己的东西 然后当然还有很多事情 就凡事其实你放开一点 退一步海阔天空 并不需要那么的执着 然后很多时候 觉得原谅一个人 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个东西 这部电影 是活跃于香港和泰国两地的 彭氏兄弟的最新作品 他们近年来 相继指导了一系列的恐怖片 引起了很大反响 因为这两个导演 他们一般的拍摄方法 跟人家其实比较不一样 我之前拍的电影 大部分都是以温序为主 然后以演员的戏为主 去走那个主线 可是这个两个导演 他们是以镜头跟画面为主 所以这对一个演员来讲 就是一个蛮大的挑战 你必须要很准确地 在某一个点的时候 讲什么样的话 然后你的所有的情绪 在镜头在哪里的时候 你都全部要做出 所以他们不是是说 等一般好像一般导演这样子 演员怎么做 他们又要什么 他们是希望你在他的镜头里面 就做到他们现在要的东西 所以是比较不一样的 舒奇说 自己平时生活里对幽灵就有感应 那么影片拍摄的过程中 是不是特别害怕呢 中国历史有五千多年 然后再加上 每个地方都有神怪的故事 我觉得不是说相不相信的问题 而是有时候以科学的角度 可能就比较不是那个 比较那么实在的东西 但是我想历史的那种东西 还有那种神怪的那种东西 传说我觉得还是有它的道理在那里 对 所以你个人是不是比较形象 宁可信其有的这个 我觉得对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有 好 我认为你赞史的主题 好 是的 我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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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讨论 这就是我的奖史 我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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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想要做的事 好 我今天也要做好 好 大家也要做好 我今天也要做好 拜拜